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 先插播一条硬广啊 我们准备在明年的1月27号到2月1号2024年 组织大家呢 去广东游学啊 冬天嘛 咱就去暖和的地方啊 主要去广州和东莞这两个城市 一说这两个城市呢 大家都觉得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经济发达地区没什么古迹 其实不然 尤其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打从当年南越建国到现在啊 两千多年人一直是一线城市 房价就一直这么高 所以呢 他历史上比如说两个著名的歌剧政权 一个是这个秦末的南越 一个呢 是这个五代十国说的南汉啊 这两个政权啊 都在这定都啊 留下了诸如这个古墓啊 宫殿遗址啊 这些东西很值得一看 另外呢 比如像光孝寺啊 跟六祖惠能强关联 是这个华南第一丛林 另外更多的就是这个跟中国近代相关的一些史迹 比如镇海楼啊 黄花榜七十二烈士墓啊 邓世昌的纪念馆啊 黄埔军校啊等等等等 这些地方呢 也都很值得一看啊 东莞呢 在最著名的呢 有民族英雄原重患的故居 还有呢 就跟鸦片战争强关联的 比如像那个萧嫣池 微远炮台 沙角炮台啊 这些古迹保存完好 总之 广东之行 不需此行 如果您感兴趣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谢谢大家 好啊 咱们言归正传 以往的节目里啊 咱们提到过 以色列公民里呢 有不少阿拉伯人 但是呢 大多数呢 还是犹太人 犹太人此前经过两千多年的流浪与杂居 也形成了好几个分支啊 比如长相和阿拉伯人比较接近的 是米兹拉西犹太人 融合了一部分中东欧血统的是塞法迪犹太人 极端正统派呢 就属于这一支 之前咱们还聊过开封犹太人 其实除了白黄两种肤色之外 黑皮肤的犹太人呢 也有 他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地区 是加入以色列最晚的一批 黑皮肤犹太人呢 又被称为贝塔犹太人 来源呢 有两种说法 有说呢 他们是所罗文王的后代 埃塞俄比亚的士巴女王跟所罗文王惺惺相惜 俩人生了一个孩子 取名呢 叫孟尼利克 女王去世之后 孟尼利克呢 去看老爹 父子相聚 让所罗文王老泪赠横 临走的时候呢 所罗文王送给他一批犹太教士和家属 回到埃塞俄比亚之后 这孟尼利克呢 就率众归一了犹太教 宣布只有所罗文王的后裔才有资格继位 你比如说这个埃塞俄比亚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 自称是所罗文王的225代孙 不过这个说法呢 神话传说的故事居多 历史学家更偏向于第二种说法 公元前八世纪末 古以色列呢 被亚述帝国征服之后 一部分人被同化 失去了身份 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逃到了埃塞俄比亚 之后跟当地的黑人同婚 就形成了黑皮肤的犹太人 他们呢 给自个儿起了个名叫贝塔以色列 或贝塔犹太人 翻译成中文呢 意思就是以色列家园或者以色列儿女 在公元二世纪 埃塞俄比亚成立了阿克苏姆帝国 又过了两个世纪呢 基督教就传到了这儿 教皇亲自任命埃塞俄比亚大主教 自此之后呢 基督教就成为了国教 国王就要求所有的臣民都要改信基督教 这些犹太人由于拒绝改宗 遭遇残酷的迫害 一部分呢 遭到了屠杀 剩下的呢 就逃进深山里过着艰难的生活 到了近代的时候呢 黑犹太人只剩下了不到五万人 由于呢 信仰不同 生活环境也比较偏远 这群犹太黑人呢 一直被当地人称为法拉沙人 意思呢 就是陌生人和被放逐的人 一直到18世纪末 他再一次被世界发现 等到以色列建国之后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国建设家园 但是呢 被他犹太人除外 因为他们的信仰啊 和其他犹太人也不一样 他们说陕米特语 而不是西伯来语 严格遵循古老的犹太教传统 这个信仰啊 发源自古以色列时期 主流犹太教有一本权威的经 叫塔木德 而这本书出现的时候呢 被他犹太人已经流亡到了埃塞米亚 所以呢 这两个信仰虽说都是犹太教 但是差异很大 另外呢 被他犹太人与世隔绝啊 存在了上千年 所以很长时间 其他犹太人和被他犹太人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这样一群肤色不一样 信仰不一样 语言不一样的人 说自个儿是同宗兄弟 那谁知道你真是来认亲的 还是卧底的 所以呢 以色列建国之后 这些人长期就没有得到以色列的承认 继续在深山里生活 从被他犹太人被发现 到以色列建国 虽然官方呢 没有认可他们 但是犹太人的精英学者和民间组织 一直呢 在消除彼此的隔阂而努力着 这些学者教被他犹太人主流犹太的历法 教他们西伯来语和犹太的历史 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塞拉西和以色列保持长期合作 也默许了这一行为 到了七十年代 埃塞俄比亚遭遇饥荒 全国粮食欠收 生活在恶劣地区的被他犹太人处境更为艰难 犹太知识分子不断的发动群众给政府施加压力 最终呢 在1973年 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大拉比 经过裁决承认被他犹太人是自己的同宗兄弟 两年以后的1975年 以色列政府颁布法律 同意被他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并给予公民权利 然而呢 就在这段时间里啊 埃塞俄比亚不仅赶上天灾还赶上了人户 因为全国闹旱灾 皇帝不但不体察民情 反而继续对民众征税 好扩建他的这个皇家动物园 于是呢 大臣门哥司徒发动政变 把皇帝啊 把这个枕头给闷死 然后埋到厕所里了 建立新政府 对于被他犹太人来说 国家改头换面是灾难性的打击 在宗教上 门哥司徒的政府呢 是极权的 只承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合法宗教 禁止犹太人活动和学习西伯来语 关闭犹太教堂和学校 以色列派去讲经和教语言的犹太学者 全都被监禁 同时呢 以色列跟阿拉伯国之间 发生了第四次中共战争 由于当时的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世界结盟 所以埃塞俄比亚跟以色列的官方联系就终止了 被他犹太人为了求生存开始大逃亡 他们的逃亡路线是先跑到北方的苏丹 避免迫害 再想折除苏丹回以色列 苏丹的难民营里就挤满了被他犹太人 因为这个缺医少药 随时有可能动恶而死 苏丹呢 属于阿拉伯世界 是阿蒙成员 不许跟以色列有任何的往来 而且苏丹的经济也非常差 所以这个时候 以色列的重要盟友美国 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美国的老布什 就是后来的总统 和苏丹政府就达成了交易 美国进行经济援助 这次运输行动中使用的飞机汽车 全都送给了苏丹政府 苏丹这边虽然忌惮来自阿蒙的压力 但人眼睛是黑的 美元是绿的 黑眼珠子盯着这玩意没有 都被诱惑了 最终同意由美国以色列进行营救行动 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摩西行动 美国 苏联 以色列三方共同完成 1984年末开始 历时两个星期 一共救走了八千多黑兄弟 几个月之后呢 三方又开展了一次约书亚行动 又救走了圣渝在苏丹的贝塔犹太人难民 不过此时还有大量的贝塔犹太人 留在埃塞比亚 大多数是老人 病人和儿童 能安全抵达苏丹难民营的主要是成年人 所以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 以色列终于和埃塞比亚达成了协议 他们提供上千万美元的援助 再提供一百辆坦克和零部件 以换取埃塞比亚方面开绿灯 这时候的埃塞比亚政府已经进入穷途末路 国家陷入内战 反对派节节胜利 以色列一边加紧谈判 一边调动运输设备 把剩下的贝塔犹太人全部运走 这次行动代号叫索罗门 在几次撤离行动当中 这次的规模最大也最仓促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为了让航班尽可能的多载客 所有飞机都把座位拆除 其中一架波音747 拉走了一千多人 是正常载客量的两倍多 这次和时间赛跑也是有惊无险 在最后一批贝塔犹太人 被接回以色列仅三天之后 埃塞比亚政府就被推翻了 如果这些犹太人落在新政府手里 那保不齐是什么下场 以色列前后三次大规模撤离行动 一共撤离了三万多贝塔犹太人回国 加上其他主动回国的和几十年来的繁衍 贝塔犹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十几万人 但是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 加上生活习惯的问题 他们并没有很好的融进以色列社会 不过和留在埃塞俄比亚相比 这已经是天堂一样的结局了 而以色列对全世界犹太人 是这样负责的态度 也是他们得以在强敌环伺当中完全挺立的原因之一 只是不知道以色列护照有没有这样一句话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 只要你是犹太人 以色列都能接你回来 不知道有没有这句话 没有应该印上 好了 关于以色列的黑皮肤犹太人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